严恩夏日其实不少民众健康意识也跟着抬头 让这低负担清凉的气泡水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之一 今年来各大厂牌像是泰山 全家以及金车等等 都陆续投入气泡水市场 而当记者实际直击前端生产线 这业者表示因现在大热天 气泡水的需求量不断地在增加 因此生产线24小时都在运转 光是一天就能量产2万多箱的气泡水 而在自有电商的整体销售占比 更是超过六成排行第一 因此特别加大火力 持续布局新兰金商机 整齐花衣的瓶子就定位 高速运转下成群结队 充填瓶装气泡水 后段在零洒回温保持清凉口感 跟着我们前进气泡水工厂 我们随便继续气泡水生产式的前端制程 可以看到通过像企业禁止的充填系统 来控制温动还有驱动 在这样高速运转之下 每分钟可以生产三百五十平的气泡水 就在看着民众健康意识抬头 气泡水需求量大 严热夏天早中晚三班 二十四小时运转 一天就能量产两万多箱 放眼逐年窜身的气泡水市场 根据饮料工业同业工会的最新数据 以包装气泡水来说 去年四月和今年同期的销售量相比 成长率就高达百分之一百零二点六六 成为各大厂牌的兵家必争之地 黑口让人畅快过瘾 以泰山食品来说 二零一年抢先跨入 对动台湾气泡水 一年市场规模从八千多万元 飙到超过十亿元 得段三年暴增十一倍 陆续推出果醋等风味 而全家二零一年也引进 评价果产气泡水市水温 创价单月卖出超过七十万品的记录 因此二零一九年直接推出 自由品牌小分子气泡水 至于金车二零八年六月 矿配气泡水上市 隔年四月加码酸甜柠檬 也要透露气泡水品类 在自由电商的整体销售占比 超过六成排行第一 持续布局新兰金商机 那这个自动控制呢 会让我们的产品的气泡的那个稳定性 品质维持一致性 那也让我们的气泡的口感 会感觉到比较绵密 主打绵密持久的气泡口感 加深品牌记忆点 要是观察购买气泡水的客群 以消费力高 注重四十岁到四十九岁的消费者为主 占整体近五成 持续強化品管 拓检相机 清负单的舌尖新滋味 气泡水市场风景云涌 各大厂牌加大火力 找到独特的销售迁入点 正面交锋 记者周永远和提议桃源沈默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